哈喽大家好我是弄弄 欢迎收看兄妹生存第三集 昨天在你野心被打得鼻青年肿 现在回想起来全身都觉得痛 所以墨叔哥决定带我去猛野心挖点钻石做装备 但是我们就这么去吗 嗯武器都没有 去猛野心为啥要带武器呀 可是叮叮咚咚当当很凶残 那不打的 真的假的我怎么就不信了呢 我就站在这里不主动攻击 哎呀墨叔哥你又骗我 不是你别你别冲上去跟他对呀 你说的他不打人呢 他肯定打人呀哎呀我的妈呀 我觉得自己好憨呢 钻石还是很好挖的都在地表上 但是跟刚飞行的那块比好像是少了不少 也可能是我的方向没找对吧 墨叔哥那边可就比我多多了 鱼技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而且我们决定不用存档的方法刷图纸了 就是找到什么算什么 哎呀这个当当真是凶残哪 几下还有两只呢 还好我不招惹他就没事 看一下是星期时和缩小技术 我后来又找到脑盆射钩爪 还有这个压缩器罐 而我有的墨叔哥也全都有了 当我没有的信号解析器和星红钻头 他也没有 直到我们一起挖到100颗钻石 也还是没有找到 只能下次再来找了 回到家墨叔哥做装备 我做完两套钻石工具 发现家里一块摩托都找不到了 于是出来找红山梦林 可是这都找了半天了 也没看见呢 墨叔哥你确定是东南会不会搞错了 我对着这个天 我对着这个地 我对着这个灯 我绝对是东南 怎么越听越不靠谱呢 这都找到桃花林呢 那边是西南 洛洛你走过方向了 哪里 上北下南走秀东啊 这不就是东南吗 是西南 对是我弄过方向了 是西南 嘿嘿 原来哥哥也有换弧度的时候呀 来看看我的太和金斧子 我们砍到几棵大树 这是第二棵了 第三棵 但是好像我的背包已经装不下了耶 你看这个赖九条 再砍两棵完全没有问题呀 这么多的木头都没地方放了 赶紧再做一个大灰子 竟然给我钓了这么多的小木棍 则我的盔甲呢 都在里面呢 你穿上吧 好嘞 这下看谁还敢欺负我 哼 如果再给他敷上膜就更强了 哥哥说先做火线背包 嗯嗯 这个我超级喜欢 现在他要带我去找火山了 老实说 我有点懵 火山跟火线背包有别人的联系吗 眼睛去练心咬岂不是更快 但是我也不搞瘟子啊 于是呢 我装出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紧跟在他的后面 哎呀 我真是个大聪明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